有一起离奇的事件是今年5月一名女子搭火车 从台北松山要到云林斗六 没有想到却在彰化路段摔下火车身亡 而事发到现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她到底是怎么摔下去的还不知道 悲痛的家属今天出面要求台铁说清楚 再忍不住失去女儿的痛苦 徐妈妈眼角不停流下泪水 今年5月18号上午 34岁的二女儿从台北松山车站 搭乘举光号前往云林斗六站 没想到却在彰化摔下火车 事发到现在将近两个月死因依然不明 想到女儿徐妈妈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台铁提供的监视器画面也只有女儿从松山站检票口准备搭车的身影 其他的完全都没有 县长也只找回女儿搭车时的车票和碎裂的手机 到底是怎么样摔下去的 徐妈妈控诉 不管怎么问台铁都一问三不知 从这个彰化开始 远临到花坛这个期间之前 我们这个举光号的车门 它是一个手动的折叠的车门 这个车门都确实有录影的影像是关闭的 他有买那个车票到斗六 他一定有位置坐 为什么会甩出去 妈妈一直想说要知道这个的这一段的真相 徐妈妈说女儿孝顺乖巧是补习班英文老师 会帮忙分担佳绩 而且已经收到外商协会的聘书 原本六月到职 这次前往斗六是打算再到云林科技大学进修 没想到却断送一条宝贵的性命 白法人送黑法人 全外目前还要由检掉厘清 记者联系朋友组台北报导